什麼...新的... 新英雄女神化身艾米利亞 而且是七元單... 七元擔任人設的 所以他這個就是... 請七元出山 索爾大不抽分 出了,馬子來了 我不抽啊,我自己不抽啊 我自己不抽 最後這個是什麼 少女 少女的旅途 坐車還有艾爾文 莉亞娜 還有海恩 海恩是裝手的在後面 這少女我可以XD 少女李孝斯 他說是外賺... 外賺... 外賺情勢的英雄 有人抽到黑漆十四樓 這個要抽到 聽說是女雷丁 他說... 巴爾加斯的女兒長大什麼樣子 巔峰時候的傑西卡 奈米利亞 收工 傑西卡的女兒 年輕的卡士 老了變二卡 時間真是殘酷XDDDDD 老了... 老了之後能力會衰減是正常 可以辦兩個夢 所以又是個特邀會... 特邀會... 特邀會制 嗯... 說第一個這個是... 女神化身 時間是把殺豬刀 光頭的女兒以後也可能會光頭 所以他這個衣服 大致上還是跟... 原本... 傑西卡的衣服差不多 看一下 都是這個紅色的 也是... 跟傑西卡的原本衣服長得差不多 之後... 他這個... 女神的代行者 距離目標越遠 傷害越高 一百三十抽四SSRO氣索爾 這我婆不要搶 這看起來... 這抽很可以 光頭將軍你的女兒跟你一點都不像 兩二四六八 原地待機 他最... 他有... 柯拉雷特的效果 要抽就要抽這個 粉毛說明明是我先來的 他這個是有柯拉雷特的效果 只是沒那麼強 掃蕩是一共五次歐表情符號驚訝 不是一種五次歐表情符號驚訝 看起來跟西格瑪的技能有點像 但是一共五次... 柯拉雷特真的不是我的菜 超級砲台 一...一...一種五次... 你不就可以刷到爆炸 怎麼可能 誰... 這個能力... 這個能力好像跟誰很像 西格瑪嗎 西格瑪好像有類似的... 類似的效果 印象都是西格瑪 說這個是柯拉雷特 我以為是這樣 WWW 說... 六星是每多一格百分之正八 差了四格就百分之正三十二歐 說看起來... 鎮靈應該是... 不看臉就是傑西卡啊 對 鎮靈就跟傑西卡一模一樣 對 跟... 因為他是傑西卡 他也是傑西卡 所以他鎮靈不會變 對... 所以一樣是... 所以他一樣是光輝... 起源超煩 光輝加起源 他說主打極致的隕石傷害 所大可以貼這個網址嗎 我...我講完之後 我...我... 我再貼啊 對 先不要...先不要打斷 我...我先講完 對... 說後... 他有一個初始職業是魔術師 咦...感覺怎麼跟... 好像都一模一樣 他是... 他是魔術師 對啊 也是魔術師 反正這個傑西卡 這應該職業也不會變 所以他有火... 只是... 招式有沒有變 招式不一樣 因為他原本是傳送嘛 他變成火球跟強化 所以... 所以年輕人傑西卡不會傳送 然後... 聖者... 我來...我對一下 應該都要一樣吧 咦...沒有 沒聖者 魔術師是一樣的 可是... 欸...現在吉卡沒有聖者 所以聖者把左線... 假如當他左線好了 招式一樣太騙錢了 不會吧 他會傳送自己 傳送神技能的說 看一下... 聖職線怎麼沒有補血技能 進化... 這個什麼 代行... 噢...變身技 現在... 現在變身技除了 又有白書之外 連傑西卡都要給他變身就是了 大家都要變身 那我的雷丁也可以變身一下 先給索爾大說完再提問 這樣... 這樣我的雷丁也要來變身一下 冷卻... CD-3回合 沒有負面的變身喔 而且他這個... 這個效果就是... 那個索菲亞的效果 因為減CD嘛 說三回合跟那個... 變身好像是2.0趨勢 還是... 自我的回溯阿 自我的回溯 有阿 可是移動力減3阿 還是有負面阿 移動力減3不是個... 不是個負面嗎 移動力減3 射成加3 對... 所以說他的天賦嘛 就是... 他的天賦 最後要那什麼阿 射成正3 9抵消了 要... 變成一個遠程奧臺 對... 要... 要變身之後才有用 可是... 理論上啦 你說... 傷害加8%會很多嗎 很結束卡 沒有阿 重點是讓你打4個好了阿 傷害加8%會很多嗎 8%才1.08咧 你假如說加20%對 可能還好看一點 傷害加8%感覺... 感覺蠻鳥的阿 8... 8... 4星號8等於32 這個比加20%... 4個是百分之正32 百分之正40增傷等於10 喔... 對... 他...他要...他要成喔 我忘記成了 我忘記成了 1個...阿對... 好... 對啊...我...我...我把它當1格 不對不對不對... 32%...32%就好可以阿 我...我...我... 忘記把它塵上去了阿 隨槍格多1格百分之正八 1格百分之百 因為...他...他...他... 他...他原本有沒有4格的技能 沒有嘛 這是2格 火球是2格嘛 最後進化也是2格 所以他用了這個會變5格 對...火球跟進化可以打5格 那就可以加到32% 他是SS奪獎嗎? 應該是SSR 還有沒有寫 還有沒有寫 沒寫 沒寫 原本會怎麼寫SSR 沒寫 應該是SSR 最後 所以不正1.5倍 區域上一個落後 最遠的隕石應該可以丟3加3等於6格 可以增傷百分之4 代行神力 而且是部隊射程陣三連小兵都會攻擊 對 因為他是部隊 要進入戰鬥嗎? 取消代行神力 再次移動 取消完還可以再動 必須SSR 所以說我假如不想當砲台 我還可以取消掉還可以往前走 對 你要當砲牌的時候當砲牌 你不當砲牌的時候取消掉就往前衝 來看看有沒有魔女 所以說他神官是大經典 女神的探襲 0.3倍AOE 魔物的特效 恢復生命指示 範圍內 所以說他這個 所以才說是沒有負面的變身 因為他這個看起來不知道是幾格 他這個看起來不知道幾格 因為他看起來像神技一樣 可是他不知道打幾格 丟AOE 不對 攻擊範圍內 他到底是AOE還是自身 他這招到底是什麼 會跟克力斯一樣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就是類似隕石 他是類似隕石 天法的描述不是這樣 那這個應該是丟 這個應該是黑洞 對對對 這跟黑洞 假如是天法還會寫 有天賦加成嗎? 應該有啊 哈哈 這招好像無錯焉 因為他寫說 大概跟魔力震盪一樣 使用技能使部隊射程加3啊 對 這樣的話 沒有這樣就要反過來 沒有沒有這樣就要反過來 這樣反過來想 這樣會變成說 我原本龍血風是打3格 對 最後 腳我再往前延伸3格 最後再打3格 這樣可以打到9格外的範圍 他變成說超級遠程的AOE 可是這樣的話 對不對 假設他的範圍是跟黑洞一樣 光輝魔洞炮表情符號裝算 這樣的話 對應當PVE還好 PVP 威脅很大 就變成說 假如他是自身附近3格救PG 就變成說 我PVP的說對不對 我有一個超級遠距離的 地圖砲桌結集卡 對不對 就變成說 你的人靠過來也不是 不靠過來也不是 因為你稍微靠近一點 我就點得到你了 因為就變成說 你腳稍微靠近一點 6格之內 我就點得到你 這樣其實也挺兇的 所以說這樣 估計是以自身為中心釋放 不能點選的吧 要不太超模了 都有被拉範圍PVP已經被GG 就魔洞炮了XD 對喔 假如被拉的話就沒有用 可是PVP有一隻被逼 六星變身後還能走2格 沒有沒有沒有 他這個是 黑洞 因為 這個 這個我們 回來看一下 因為自身為範圍對不對 那個描述是不一樣 我們先回來看 你腳是天爬對耶 他會寫 對 他這邊會寫說 對自身範圍幾格內 對 才是 才是說 自己幾格內的 天爬這種的 黑洞是這種 攻擊範圍內多個敵軍 對 你回來看他這個說明 攻擊範圍 攻擊範圍 對 攻擊範圍 所以說 這個是黑洞型的 黑洞型的招式 黑洞或是龍捲風 看大小 應該是龍捲風斜線黑洞那種 對 這個是龍捲風斜線那種 之後再來是烏烏絲 反正範圍已經被砍一大刀 對 那這樣PVPban沒用 我忘記還有個背地 他前面還有個背地 這假如沒有 可是你假如把背地ban掉的話 沒有阿你直接把 你直接把背地ban掉 這隻就很猛了阿 你的威脅就不見了 他又 他又放了 除非說你被人家背地 人家就被你這隻阿 這樣你可就沒用 不然你就把背地給ban了就好了阿 你就一個超原地圖炮在那邊 等著等著他來打阿 群體魔抗沒什麼嗎 難講O搞不好 隱石砸下去 背地被直接蒸發 就不觸發他的天賦 對啊他還有 對啊他還有 對啊他還有隱石 隱石 隱石 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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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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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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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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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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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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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8 9 9 9 13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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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也可以當補師啊 果然原創腳材是輕生的 而且他這個是可以當攻擊型補師 因為你打了之後 就是你打了之後會有傷害 所以他看起來是 攻擊型的補師 這隻可以打鳥嗎?森林祭司是啥鬼 看一下 驅善啦 採訓神力再次行動 新兵種 而且減CD嘛 所以他可以先補完之後 再放袋型 之後再補 可以打鳥啊 七元老師特邀繪製的角色沒有一隻示弱的 最後投資車模擬森林祭司 森林祭司 二代本貓 森林祭司是新兵種嗎? 這一次有森林祭司嗎? 我怎麼沒有印象中誰是有森林祭司 森林祭司不知道什麼東西 這隻484可以白嫖鳥 白嫖鳥 不行吧 鳥不是無限距離反擊嗎 新兵種阿 可以 沒有 新兵種有森林祭司嗎? 我怎麼想不起來 我看一下 新兵種 變身就能白嫖 這有 也有 現在沒有 我記得有 處理改造人嗎? 水晶樹形者 獨角獸 鋼硬勇士 低精騎士 對啊 這應該更新的吧 第一波開的沒有森林祭司阿 這應該 可能是下一次解包才會有的東西吧 我慶祭中第一次 第一次解包 我就沒有印象有森林祭司這個東西 他只開一半 有一半還沒開 對啊 更新的小兵 這應該是更新的 更新的 所以 因為現在還不知道他的能力 說不定森林祭司 比魔力更強 也不不定啊 阿森林祭司是素體後面下一波 對啊 更新的是像不好的小兵 那沒有介紹是另一半的 那只我看過 對啊 等一下一次的解包吧 現在一次的解包 沒關係 有魔女就夠威了 對啊 之後再來是 這是光頭的女兒 艾米莉亞 哇 哪一個很大的斧頭欸 超大的斧頭 有魔女就行了 這個斧頭超大隻欸 比他人還 比他人還高 艾米莉亞 光頭的女兒是公主哪招 岳父的女兒 神力的傳承 血量越高 時遭受魔法傷害越多 比老爸還稀有SSR 所以他是減法傷的 對 因為他更光頭不好 光頭是減物傷嘛 我記得光頭是減 血量越多 物理傷害減越多 比老爸還威阿 以後請稱呼光頭岳父 對阿 物理 物理傷害越多阿 物理傷害越多阿 對阿 所以他是魔法阿 所以他跟光頭 最後招獸是 呃 這個跟光頭一樣 所以說他跟光頭不一樣就是 一定是老王的 光頭是 之前跟你說的第二批裡面 包含哥布林槍手 就是光頭是 物理還是魔法 就是跟那個 路因表示子孫都SSR了 林北也奧 立昂的女兒還沒出阿黑影 還有其他角色 所以說他這個 就是那個 光頭的 抽出來拿去打毒龍 光頭的 你 你 這是相反 最大的好處是 不會被沉默 欸我看一下 上次的黑影 黑影有沒有他阿 最後的黑影 不是這個 這個不是這公主 也不是這個 欸 所以不是這三隻 對 跟這三隻的捷影都不一樣 直系傳承兩條米 所以這個又是更新的 因為那三隻看起來 跟這個圖又不 又不像 立昂那麼假 不會有女兒啦 這二隻是原創的 最後他有帝國跟公主 所以他跟 光頭一樣是帝國 最後他還有一個公主 有助藏馬是帶什麼兵種阿 王侯最強物理坦 女兒是最強法坦 有王子媽表情符號驚訝 聖槍使 還有一個聖衛 等一下是神衛他是聖衛 而且他可以反擊兩格欸 等一下這個 這個反擊兩格 那他這樣一格會不會反 果然是女兒比爸爸強 不是啊這樣一格會不會反啊 光頭不是平民媽 怎麼女兒是公主 會 會 岳父都幹道成竹了當公主 很合你阿 可是因為他可以向你友去勝中攻擊 始終會不會勝為兩格 會阿 順便一格跟兩格到 一格跟兩格都可以 一格會阿 對這樣一格跟兩格都可以 所以模仿1.6倍再去攻擊 木類高於90% 震動時 防禦高於敵軍 可是重點是他這樣變很難撐欸 因為你看嘛 你假如要勝位你要撐魔防 可是你要公正對決的話 你要撐物防 就變成說他魔防跟物防都要撐喔 他就變雷丁型了 他就變雷丁型的角色 你魔防跟物防兩個都要撐上去 對 不能 你這兩個 你撐雙防阿 對你這兩個 如果是帝國獻結局的岳父是一國的領主了 會有一個問題 這個的應該是很少 撐雙防阿 對還是要撐雙防 反正他又不用攻擊 弗梅亞表示 OK了 之後 聖槍統帥 但要保持90%以上比較難背 等一下啦 先講解完所爾大就會給王子了 之後 陣營不一樣沒什麼取代的問題 聖槍位是 聖盾這沒什麼 放心只要構香裝備都不是問題 這沒什麼 鐵虧這也沒什麼 破刃 造成傷害降低20% 這個打王應該不錯 這個招式打王應該不錯 打遠骨應該不錯 因為造成傷害這 希望他的魔防和防禦成長係數是好的 造成傷害 又一個要燒前附魔的QQ 新兵裝丟過去就好了 造成傷害的這個是不錯的 不知道他這個防禦先攻跟奧米加技巧 三倍先攻不知道哪個優先判定 原文王指令 所以說 如果服裝跟指頭是粉紅色的 我會想到那隻蘿莉 所以說他破刃打下去之後 那個遠骨王還會降傷 對啊 說岩石巨人狂獸人 這個兵種還好 這個沒兵種嘛 這兩個兵種 所以他應該也要跟雷丁一樣 維持在聖職 不然槍兵還是有可能被課 他的兵跟他老爸一樣 所以看起來 行動結束 還有奉獻 正義是什麼 攻擊 聖位 所以他這個跟那個什麼 斬羊有點像 這個跟他的 他這個比較像雷丁 比較不像巴爾加斯 因為他的招式跟雷丁都很像 對 我覺得雷丁的斬羊 好像也是類似這樣 烈羊 烈羊大概也是這樣 用神位來代替那個 他是用聖位 只是他不能回血 雷丁回血他不能 他跟 感覺跟雷丁還滿像 感覺跟 雷丁還 周昌還有 刺客 刺客是還好 對啊 力圖跟烈羊 他這個跟我想要 跟雷丁還滿像 攻陣對決 攻陣對決 破刃消 減弱傷害能力 我覺得他破刃拿去打那個 遠古王那不錯 最後 冰種 狂熱者 食人巨魔 素人守衛 對啦 主要是 對 主要是要看素人守衛 因為這個看起來像坦的兵種 假如素人守衛跟 跟那個 中槍一樣有減傷的話 那這樣這隻就很 很可以期待 這隻感覺就是打烏龍專用天賦加破刃 就減傷50%魔法傷害了 這個 他假如素人守衛是跟中槍一樣 是減傷的話 那他這一隻的 那什麼 他這個看起來就是有點類似 2.0版的雷丁吧 我覺得他是2.0版的雷丁 那就可以打烏龍 反兩格 可以反兩格雷丁成猛好不好 所以大概就這樣 我覺得他應該是2.0版的雷丁 反 反了光頭 光頭反而還沒那麼像 我覺得他反而比較像雷丁 鑰匙夜人